大家好,我是伊莎,潘乃鱼彩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乖兔賽 有一天 兔子說 我自己跑得最快 誰都不行,贏我 有一天兔子就 乌龜說 我們讓你參賽跑吧 然後乌龜就說 好 然後兔子就說 我們比賽前先到 到那一棵樹下 就贏了 然後兔子跑到一半就 就睡著了 然後乌龜爬到了那邊 小心翼翼的慢慢走 不要吵到乌龜 然後他快到終點的時候 不小心吧 乌龜吵醒了 兔子吵醒了 然後兔子 然後兔子 然後兔子就加快了速度 趕快跑到終點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完了